今天冒着大雪,早早地来到了秦岭的深处为大家讲述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奇人 他身为文臣谋士,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他进则为帝王师,退则为逍遥身 他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无限向往,纷纷效仿的典范 苏氏在24岁时写有一篇文章赞誉他 天下有大勇者促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那么他就是汉初三节被誉为中国谋圣的刘侯张良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当年张良隐居的陕西省刘霸县刘侯镇 他位于万山丛中秦岭南坡的紫柏山路 相传在汉朝初年的时候,刘邦立国以后张良急流永退 就隐居在这里的紫柏山修行 到了400年后的东汉末年 张良的第十代玄孙张鲁做了汉中王 张鲁为了纪念先祖张良不以功高盖世而讨风 不以位及人臣而自居的超群伐俗之德 那就在这里修建了汉张流侯慈 也被当地人称为张良庙 张良庙位于秦岭深处 四周是山巒叠仗,风景优美,气候宜人 来到这里呢,你能感受到一种清幽灵秀的气息 无论你的内心多么烦躁,置身其中立刻就会有一种心清神宁的感觉 也难怪当年张良会选中这里呢,作为他的清修之所 相比很多景点都是钢筋水泥的房古建筑 张良庙是实实在在的明代清代古建筑 有六个大院,房舍有150余间,占地将近一万四千两百平方米 是陕西的大型瓷庙之一 所以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惊喜的感觉 在这崇山峻岭之中,竟然会隐藏着这样一座先锋道古 规模还不小,而且古色古香的青崖所在 我身后呢,就是张良庙的山门 它是青砖去旧的 那么山门上方横刻着汉章、刘侯祠五个大字 大门左右刻有一幅对联 上联是,薄浪一生震天地 这个说的啊,就是张良在薄浪沙派人刺杀秦始皇的事情 张良自子房,他出生于战国末年的韩国贵族 据说他长相俊美啊,就如同女人一样漂亮 但是张良年轻的时候素有豪侠之气 虽然他的身体并不强壮,但他的内心却志气非凡 公元前230年,秦国灭了韩国 当时张良还有私家仆从300人 但他把全部的家财都投入到反秦的事业里 后来他找到一个大力士 专门为这个大力士呢,打造了一支重达120斤的大铁锥 准备行刺秦始皇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 车架行至搏浪沙,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元阳县的时候 张良让大力士抛出120斤重的大铁锥 可惜呢,却砸中了副车 受惊的秦始皇安然无恙 史记中,搏浪飞锥的典故就源于这个事件 李白也曾经写有一首诗称赞张良的这个壮举说 沧海德壮士追秦搏浪沙 那这个事件呢,就是这个上连搏浪一生震天地的由来 大家再看这个下连是 宜桥三进升云霞 那这说的是张良啊,在宜桥求教皇室宫的事情 我们现在啊,就来到了张良庙里 那从北花园的西南出去呢 这个地势是逐渐升高的 我们登上这层层的石阶啊 就可以看见两边的磨牙石刻 那石刻上留有明代赵文渊 清代林泽徐 以及后来冯玉祥杨虎成将军的诗文 沿着这条1840年修建的山道 我现在就到了张良庙里紫柏山的中峰 我旁边的亭子呢,就是寿书楼 那么这座寿书楼呢 就是为了纪念黄石宫 传授太宫兵法给张良而修建的 这座亭子距离地面大约100来米高 显得高雅别致 从这里向远处眺望 只见风轮起伏,临海苍茫 张良得到太宫兵法以后 他日夜研读大有所获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病死于沙丘 一年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结干而起 各地起义,风起云涌 张良觉得自己是时候出山了 惊他运筹 韩国复兴,韩王得利 他的复国梦实现了 而后张良又协助刘邦牛刀小事 让刘邦先入了咸阳夺得了头功 当刘邦进了咸阳宫 迷失在咸阳宫的富丽堂皇中时 还是张良分析厉害 警醒了刘邦 从而约法三章 让刘邦大得民心呢 也是张良 鸿门宴上拼力周旋 才保全了刘邦的性命 刘邦被封为汉中王后 他一路相送火烧战道 迷惑项羽 尽管他与刘邦相见恨晚 张良仍旧是挥手辞别了刘邦 返回韩国辅佐韩王 因为韩国才是他的故国和家乡啊 公元前206年 26岁的项羽做了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 他诛杀了韩王 年轻人冲动式魔鬼啊 你可以惹韩王 但不该惹他身边的这位谋臣张良 于是呢 44岁的张良义无反顾地走向汉营 和50岁的刘邦站在了一起 那一刻 一个伟大的帝国 即将迸发出最灿烂的光芒 作为帝王师张良在刘邦 蓬城惨败 逃奔下意的时候献出了下意之谋 他让刘邦利用英部 蓬月和项羽的隔阂 策反他们 反攻项羽 同时又告诉刘邦 他手下的将领 只有韩信可以委托大士独当一面 如果刘邦能够用好这三个人 那么除可破也 那这就是著名的 以若胜强的下意之谋 正是在张良的谋划下 一个内外联合攻击项羽的军事联盟 终于形成 从而逐渐扭转了楚汉战争的局势 使刘邦由战略防御 转为战略进攻 那么事实也证明了张良下一之谋的深谋远虑 刘邦最后兵为该下打败项羽 主要依靠的正是韩信英部 蓬月这三支军事力量 所以说张良是运筹帷幄 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胜 是一点都不为过 大家看这里 这里讲的是张良借助剑锋的故事 那正是这一次 张良使刘邦在关键时刻 避免了一桩严重的错误 公元前204年冬 汉王刘邦亲自率领部分汉军 坚守刑阳 而项羽则率大军压向刑阳 当时刘邦是忧心如焚 这个时候 谋士立一机对刘邦说 从前商汤讨伐下节 周王讨伐商周王 都分封了下商的后代 使局势稳定 从而取得了胜利 现在秦朝诗德其意 灭掉了六国 使他们的后代无力追之地 如果大王能够分封六国的后代为王 那么君臣百姓 就会对大王宁感恩戴德 这样势必就会把项羽孤立起来 他一定会毕恭毕敬的 来朝野大王宁的 刘邦一听 顿时就转忧为喜 说先生说得好极了 此事就有劳先生督办 于是立一机就受命 带汉王分封六国的后代 他告辞了汉王 一面催促克制王印 一面是整装待发 刘邦解决了这件事 觉得放松了好多 于是就安安稳稳地 坐下来用餐 正巧这个时候 张良求见 刘邦招呼张良说 子房来得正好 我有一事与你商量 张良坐下以后 刘邦就把分封六国 后代的事情告诉了他 张良一听 脸色是骤变 说这是谁出的主意 这一下大事可就全完了 张良一激动 顺手就抓起筷子 说请允许我借 大王面前的筷子 来指画当前的形式 这就是史记中描述的 臣请借钱柱为大王仇之 张良接着说 商汤讨伐夏节 而封夏王朝的后代 是因为汤能够治结于死地 现在大王有把握 治项羽死命吗 柳邦说不能 张良用筷子在空中一划说 这是一不可 武王封咒的后代 是因为他有把握 能割下咒的脑袋 眼下大王能得到项羽的脑袋吗 汉王说不能 张良点点头 这是二不可 张良一脸举了七条 不能搞分封的理由 最后说 天下豪杰背井离乡 跟随你转战南北 无非是为了 日后你成功了 他们能够得到封赏 如今大王立六国后代为王 他们还有什么指望呢 这人心一散 您还靠谁来帮您打天下呀 刘邦听到这里如梦初醒 不丁气的把嘴里的食物都吐了出来 骂道 利益姬这个书呆子 差点坏了老子的大事啊 于是刘邦就把利益姬找来 大骂了一通 吩咐他立刻去销毁 正在克制的六国王印 张良借助建祖成功 使汉王在关键时刻 避免了一桩严重的错误 那这对刘邦在楚汉战争中 取得最后的胜利 有着深远的意义 此后的张良更是让刘邦 抚慰着韩信和彭越 让韩信彭越全力相援 会使该下击败项羽 一战而定天下 他力劝刘邦建都长安 让长安成为了大汉帝国的都城 他建议封赏拥齿 赏亿人而稳定人心 刘邦得了天下之后感慨到 付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无不如子房 正国家付百姓 即溃想不绝良道 无不如萧何 连百万之君战必胜功必取 无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仁皆也 无能用之 此无所以取天下也 可以说在刘邦的眼中 张良社谋划战略的良师 他以一人之谋 胜百万雄兵 十年之间 两造王朝 驻韩复国 驻汉开国 一代谋胜 非张良莫属 今天来到张良庙 在大殿的上方悬挂着一块匾额 相国神仙 那这是康熙三十八年兵部尚书 于成龙路过紫柏山时 亲手书写的四字匾额 大殿的立柱 有很多迎联 比如秦氏无双国氏 汉庭第一名臣 富贵不淫 有儒者气 淡薄明智 做平地神 西汉建国之时 也是张良隐退之时 他在这里白天与百姓为伍 功耕填母 夜晚则与秦书相伴 悟道参禅 我们回顾张良的一生 从贵族子弟到亡命江湖 从一介不一 到帝王师 封万户侯 在达到人生巅峰之后 他却浸泡俗世 随赤松子 隐居在这紫柏山中 那这种放下 不是佛系青年 得过且过的躺平 而是积极入室 敢于担当 见不适之功 立千秋之夜 跃尽人间冷暖之后 放手的从容 晚年的张良 有道家的豁达 透效万事规律 这是完成人生使命的豁然开朗 抵达生命巅峰的通达世然 能公标青史 进得自如 能急流勇退 又退得从容 独死三千年 又有几个人 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 此时此刻 冯玉祥将军 在大殿院子里 锁立石碑的碑文 恰好诠释了我当下的心情 豪杰金安在 看青山不老 紫柏长存 想那至世名臣 千载空于平调处 神仙古来西 设黄石重逢 赤松在玉 得此动天伏地 一生愿作 逍遥游